自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举行风扇大典 命中注定,这座泰山脚下的城市泰安,也由此变得不再平凡 或许你来这里是为了登上带顶,去看那日出东方 如约而至是个美好的词,但等得辛苦却也辜负 所以你不如像我一样,去寻找那一抹未被打扰的古朴 神州名圣满目营,闻石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泰安冯玉祥小学旁边 这边有一个永远是人民教师的范名书墓 那么这一期咱们一起拜业一下这位永远的革命老人 不知多少人曾来此拜业过 这座位于泰山南路,演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范名书墓 如今的墓园在这层层台阶之上,已经被围墙圈了起来 进入之后,在石器的台基之上便是条石墓室 其后立有三通石碑 中间提刻,故山东省参议长范名书之墓 右边是革命老人,永垂不朽 左边则是永远是人民的老师 墓的东侧也有一杯,刻着精神不死四个大字 墓地四角栏杆上雕刻着大大的五角星 每次败叶先烈,总有一些感触 青山来自于土壤,大海来自于溪流 而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来自于先烈 我心中有一份感激,但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雄关漫道,征途迢迢 青山埋中古,史册载功勋 英雄舍生忘死,恪守尽忠 用一腔热血守护平安中国 用无悔一生书写奉献情怀 用宝贵生命眷刻出永恒的封碑 逝者安息后生分,铁尖承担家国任 回望那些为民族独立而抛洒青春热血的背影 让我们先了解下被誉为革命老人的范名书 范名书一生爱国爱民,极恶如仇 不断追求正义进步 他的事迹激励着一代代后辈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1866年,他出生于泰安县城里的徐家花园 1906年,范名书由政府保送去日本留学 1907年,学成回国,致力于教育事业 宣传三民主义,主张妇女解放 1914年之后,先后任何德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教师 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间 因为里边是墓园,咱们在外边聊 这个范名书啊,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 支持自己的学生参与爱国运动 但是出校的大门啊,被一大帮军警给拦住了 范名书上去就问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你们为什么要阻止学生参与爱国运动 这些军警啊,就搪塞道 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个范名书啊,看到他们不放行 高呼了一句 我这条老命啊,我豁上了 冲着士兵的刺刀啊,就撞上去了 这个士兵啊,也是害怕 咱赶紧的就往后撤 这时候啊,大门就出现了一个缺口 这些学生啊,就蜂拥而出 然后愤怒高呼,爱国无罪 这个范名书当时啊,已经53岁了 他也是从早到晚啊,跟着学生出去 可以说啊,这个范名书一生就与青年作伴 所以啊,人们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做老青年 1920年,范名书应聘区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 所到之处倡导新学,宣传科学与民主 启迪学生积极进取 他推行平民教育,吸收工农群众和劳动妇女入学 创办了区府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夜校 1931年918事变后 65岁的老师范名书冲在一线 带领学生们积极宣传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这时71岁的范名书已经行动不变 他就自费雇了一辆独轮车 推着他走春串乡宣传抗日 1940年,山东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 范名书被推选为了参议长 他长期致力于山东抗战 获得了革命老人,抗日老英雄的称号 毛主席曾致电表扬 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为民族深圳起,为全国做榜样 反属国人,莫不钦佩 194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 范名书加入中国共产党 10年80岁 1947年因为病情加重 经医治无效,在烙灵县去世 享年81岁 如此一位抗战英雄,民族斗士 就这样结束了他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 1950年,范名书遗葬于泰山南路 现在墓碑上这句永远是人民的老师 道出了许多故事 时间带不走永恒的伤痕 历史抹不掉侵略的痕迹 记住是为了民族振兴 奋发是为了国家强大 雕刻在石头上的记录 可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 但眷刻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 却会永远清晰,不忘烈士抛中谷 民族复兴中华魂 正如那句歌谣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女儿任墨西现在一岁八个月 正常最多就说三个字 但唯有一句可以说五个字 因为它实在太小了 后面呢还没有学会 视频最后在这首歌曲中 我们一起向先烈致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次旅行一段故事 关于泛民书目啊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弹幕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